让我给他推荐性价比高的相机设备 但其实你不一定要把你的目光局限在这些单反微单设备上的 我发现Gopro最新上市的HURO11这一款运动相机 就能够很好的完成日常的拍摄 长按左侧的这个开机按钮就可以完成开机 然后通过左滑右滑屏幕就可以切换相机的不同功能 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HURO11它的延时视频功能里面新增了三个全新的夜拍功能 分别是新轨、光辉和车灯 并且这一些效果都是直接机内就可以合成的 不需要繁琐的后期来制作就可以获得大片效果 对于小白来说非常的友好了 第二个值得夸的是HURO11相比上一代 它的传感器做了升级 用了全新的1.9分之1的传感器 那传感器的尺寸变大 它会带来画质的提升 但是我要夸的并不是它画质的提升 而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全新全画幅比例 对的你没有听错 全画幅 但是这里的全画幅要打一个双引号 它指的是这个相机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画幅比例 除了常规的16比9 4比3可以选之外 我们还可以选择8比7的比例来完成拍摄 这一个画幅比例拍摄的画面内容要多出很多 我完全可以后期再来决定要裁剪成16比9的横版 还是9比16的竖版视频 那这个就特别适合像我这种需要全网多平台分发视频的用户需求了 那如果你拍视频比较多的话 一定是对你的相机的续航能力有所要求的 毕竟谁都不想频繁更换电池 这一次Helo11升级了电池 Induro这个电池我还是非常满意的 官方声称它比旧版的续航力要提升了30% 我自己在使用过程中录了大概30分钟的视频 它的这个电量是降到了70%的 所以还是可以接受 另外Helo11的视频色彩编码也做了全新升级 从以前的8位升到了10位的色彩编译 具体表现在它拍摄出来的画面色彩会更加的精细 颜色过度也会更加自然 如果你需要后期调色的话 10位是远比8位的画面更不容易出现断层的 视频规格选择上 Helo11它最高是支持5.3K 然后60帧的视频拍摄的 如果我们选择2.7K 还可以录制240帧的这个视频 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后期制作相当于8倍的慢动作视频 那这个在拍摄体育赛事或者急速运动的时候就非常好用了 除此之外 Helo11的视频拍摄模式还多了及这个新的玩法 比如说定时拍摄 可以设置这个相机自动开机开始拍摄的时间 然后持续时间设置 设置的是你的视频每一个片段它多长 再一个是这个视频预录要先把这个电视拍摄关了 视频预录可以提高你的拍摄效率 在相机按下快门之前它就开始拍了 预录30秒或者预录15秒 这一些小功能的增加都提高了Helo11的可玩性 那既然它是运动相机 防抖肯定是少不了的 这一次的Helo11除了我们可以手动点击这个图标 选择防抖模式之外 你可以直接把它推到最上面的这个全新的AutoBoost模式 这种模式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自动防抖模式 开启过后相机会自动识别你的这个抖动程度 以选择增强还是轻微的防抖动 比如说我这一段视频就是手持相机走路拍摄的 你可以看到画面非常的稳 如果你拍摄的画面有地平线 可以点击这个图标 打开Helo11的线性水平锁定功能 开启后你会发现不管你怎么转动相机 画面都能够始终保持水平 用了几天这个设备过后 我是觉得如果你是考虑买一个相机设备来记录生活的话 不妨好好考虑一下GoPro的Helo11 它一个是体积小方面携带 第二个是功能也非常的齐全 非常的多 可玩性还是非常高的 平时拍照拍视频是肯定够你的这个使用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